这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你好 都坐下说吧 这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未婚夫的情况 他叫李正义 是咱们这儿 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位地产商 做房地产 做房地产可是赚钱的大生意 是啊 他的个人资产有好几百个亿呢 我说那个婚儿啊 过来 先生 您好 给这位温先生拿一杯千年的福儿 好的 您稍等 温先生听说 你是做服装设计的 是的 整个行业不重 你这个 做不大吗 你说一个男子汉 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买买 你总跟人家打工 打到什么时候这个头儿啊 我觉得还好吧 每个人的兴趣方向不太一样 娟恩 我马上就要跟我的未婚夫结婚了 那恭喜你啊 想要什么礼物我送给你 要什么礼物还用你给买 他要什么我都能给他买 无论是支撑飞机啊 游艇啊 这个边墅啊 还有自行车 全给买齐楼 就算他要天生的月亮 我也拿了个金条 搭上个梯子把月亮摘下来给他 程程 你看你多幸福 这么极品的男人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我这个包本都不高兴了 不愿在这里待是不是 我马上给飞机司机搭个电话 我们去法国吃菜餐 好啊 既然你们急着去法国 那我先不耽误你们了 对了 结婚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一定参加 再见 李先生 一楼顺房 我说 我这么严 你感觉好不好啊 我觉得 这个当有钱人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我真的差点拿这个电话 就打了这个飞机司机 我严的好不好啊 好个屁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有你这么有钱人的吗 你见过有钱人吗 我 我说你别走啊 不是 你单还没满呢 我说可跟你办事的 我 这什么服务员啊 什么钱钱不耽误 这别给我上了 这还没招过呢 媳妇 媳妇 回来了 干嘛呢 不理我 媳妇 你轻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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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又又睡着呢 对不起 回来得够早的呀 忙嘛 生气了 抱抱抱抱 我爸你姐 是谁呀 你这个到底呀 不是 这时候打电话 我还就得看看他是谁了 那是瞎搅和我什么 私人生活的下班 你看我都算大头 那是打什么电话打呀 别打了 非工作时间 我的时间全不属于你 走 给你做个按摩怎么样 走 你跟我玩什么猫腻呢 我玩什么猫腻呢 我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这种人吗 好吧 跟我看看手机 你 你要看我肯定给你看呀 我什么好怕的 大头大眼睛 你看 你看 走 做个按摩 家一 家一小时足足底好不好 不用 你 我 不用 你 成了大阪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秦丽 你要足底是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请问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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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丽 这次死定了 你 喂 我在家呀 行 我马上下来 我记忆力不错 我记得你跟我收过这个别墅区 所以就冒人找来了 来 这个给你 什么呀 明天一起去钓鱼 你就穿这个吧 你知道我的尺寸吗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那还有鞋呢 我敢跟你打赌 肯定不打不抢 真好我正愁明天穿什么呢 那 我跟你取钱去 等我一会儿 不用了 你觉得我会收你钱吗 那多不好啊 没关系啊 就当是贿罗上司吧 那行 那以后我看到有合适的礼物 再给你买 一身衣服而已 你穿着合适就行 别明天别别扭扭扭的 就算我是为我自己吧 对 对对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不是去法国吃大餐了吗 你吃醋了 怎么会的 你这个时间应该和未婚夫在一起啊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那你就进屋再说吧 畅畅 有话还是在这儿说吧 吉尔 我是想要告诉你 你今天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是我故意找了一个人过来亲你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你要结婚 我应该祝福才是 我怎么会生气呢 你就真的一丁点都不在意吗 程程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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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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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挣扎挣扎 那电话联系 拜拜 这个给你 什么呀 明天一起去钓鱼 你就穿这个吧 不会是我吧 想什么呢 真不要脸 大坏蛋 如果让我知道他是谁 你看我不捏死他 你看我不捏死他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上车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和我一块出去不高兴 我没有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俩穿成这样 有点不妥吗 是衣服的事啊 我告诉你啊 我昨天去买的时候 一直没找着合适呢 就这两件运动服 我看着还挺顺眼 所以就买了 没关系呢 我偶尔出去穿一次吧 无所谓 姐姐 几点了 别睡了 快起来吧 别闹别闹 我这好不然有个周末 让我再睡了 快起来了 起来打扮打扮 你别忘了今天约了灵凡呢 这灵凡有什么好着急的呀 让他睡会儿啊 起来 拜托拜托 快点求你了 真不烦啊 你干什么呢 那把自己画的很鬼似的 你要干嘛呀小姐 你该买妆卸了吧 你要干嘛呀你 你懂不懂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煮妆 快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走走 赶紧把妆卸了 像鬼似的 你想不想跟林凡和好啊 快去快去 不不 化妆化仨要是让人家卸了 做什么样的 你懂不懂没愚愁吧 赶紧把妆卸了 我吓死了 我不 卸不卸 你不卸我不跟你去了 你 让我别动 让我睡 让我睡一会儿啊 快卸了啊 乖 好吧 好吧 我谢 谢完了 叫我 电动不动发生 复制干嘛呀 什么这开门做买卖的 你瞅瞅瞅你现在站着跟门神似的 你们新请的是吧 有免费咖啡不喝的当门神 这是摆在地下木送中的 秦丽 我要跟你算账 选客人 你小点声 这算什么账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让你大碗别给我打电话还给我打 你竟然敢把手机关机 你知道你昨天出那个搜主意 你多不靠谱吗 那不是因为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吗 我想上大头的形象 点个大头没问题呀 可以的 可以你个大头 就他那水平还演什么大款 整个就一吐包子 你知道我昨天都快要被文慧嘲笑死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多丢脸吗 那他就一点没吃醋 没生气 不能够啊 我告诉男的心里我是理解的 就一旦喜欢自己的女的 突然跟别人好吧 肯定会不舒服 多多少少会吃点醋 他说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谁呀 这儿空气真好又安静 是啊 像你每天工作那么累 偶尔应该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看看大自然 要老是那么紧张啊容易生病 再给你生病 你是不是 有什么好多的 怎么能不能生病 你能不能太感动 你能不能生病 在生活中忽略了的东西 我还要感谢那个设计师 如果不是他跑了 我也不会认识你 其实生活当中 有些坏事会变成好事 好多事啊 我们都应该往好了想 所以说 你离婚不见得是起来坏事 说不准是老天爷 是为了让你碰到更合适的 千人的她 不畏的骄傲呀 遇上钩了 慢着 慢着 我来我来 这是我第一次不要起赢 听大了 怎么样 我来 我来 姥姥 姥姥 我们走了 来了 来了 姥姥也准备好了 走 漂亮 我选择 好吧 我们出发吧 您这是上哪儿啊 不是说的 大家一起去吗 姥姥 这大家里面没您 您 我们一群年轻人又蹦又跳了 您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姥姥还没去过歌舞厅呢 你们带我去 让我去见识见识吧 奶奶 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你肯定会觉得特别吵的 我都嫌特别闹 要不是家伙费带着我去 我都不愿意去 你怎么那么老气横丘的 还没我一老太太时尚 姥姥 你挨着别去了 还有别人呢 您一去那儿 他家放不开门 不嗨 你们就玩玩玩 放开玩你们的 你就别管我 我就坐在旁边不打扰你们 你们当我是空气 没看见我好吗 怎么当您是空气呢 您自个儿想想 贺一老太太一声不吭 阴森森地坐在那儿 活见鬼似的 那不吓唬人吗 活见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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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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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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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们走了 我走了 奶奶 走吧 大家下次见 拜拜 奶奶 小idir 爱吧 开心一点